台灣洗腎人口非常多 其中三層是糖尿病 若要避免洗腎或腎臟衰竭 等待患腎 務必要控制慢性病 像是糖尿病 高血壓 高尿酸 都是高危險族群 事實上有不少人50歲 罹患慢性病 沒有積極改善生活作息 飲食習慣 讓病因慢慢累積 有可能到60歲後 將面臨洗腎的狀況 絕對不可輕忽 末期腎病在台灣最常見的原因 其實都跟新陳代謝的疾病有相關 我們講新陳代謝疾病 包括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高尿酸 體重過重 沒有適當的運動飲食控制 這些都會造成腎臟的退化 這個都是台灣說洗腎人口 或者腎臟病比較盛行的原因 糖尿病已經是 占洗腎最大的百分比 那根據2021年 台灣腎病年報 他已經比例來到47.9%的病人 是新發透析病人的原因 也就是說將近有一半的 新發透析的病人 是因為糖尿病造成的 腎臟替代療法其實包括有 透析以及移植 那透析又分成血液透析 以及附膜透析 那根據統計會發現說 當然腎臟替代療法裡面 育後最好的絕對是移植莫屬 末期腎病的成因 其實腎臟疾病大多數都是 慢性疾病逐漸累積造成 末期腎病就是腎功能逐漸消失 導致尿量非常少或是尿毒症狀 需要透析治療 多年以後造成的糖尿病 的這個腎病症候群 那這個是我們在台灣比較能夠 在我們移植 咨詢門診裡面比較常見 導致末期腎病的原因 那其他的原因還包含了 這個自體免疫的這個疾病 那去攻擊我們的腎臟 導致這個末期腎病 最重要就是傳統的三高 高血糖高血壓 高血脂 特別糖尿病在我們大概 洗腎人口四成多 其實這個情形在全球都一樣 糖尿病是造成洗腎的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實腎臟移植 還是針對末期腎病病 需要洗腎病人 最好的一個解決方案 但是有鑑於目前 不論是大愛捐贈 或者是活體捐贈的移植數目 都是相對的短少的情況之下 為了補上這一塊的缺乏 其實目前有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 有機會用不同種族的腎臟來做一個移植的器官來源 像是豬目前研究比較多的一個動物 它的器官大小其實跟人類差不多 那目前在美國已經有一些研究 我們用基因轉殖的方式 剔除容易造成急性排斥的一些基因 並且植入人體的基因來降低它排斥的情況 已經有一些相對成功的案例在一些臨床試驗上面 像目前美國已經完成了兩例的 在臨床上對於這個 我們會編輯大概十個基因 然後能夠讓這個豬轉殖進去的 豬的腎臟能夠移植到人身上 不會產生排斥 那目前都還有倫理很大的倫理議題 豬的基因移植到人身上 會不會有相關的疑慮 這個大概都還要再考慮 目前說真的 雖然去年有豬腎移植成功 短暫的讓那位病人存活一段時間 不過真的要長期能夠讓應用在人體 讓人能夠正常生活 可能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豬腎一種移植到人體中 有望成為解決器官短缺的創新解決方案 但要達到廣泛應用 仍需要在技術、醫療安全性 和倫理規範等方面進行 才能更完善 TVBS新聞李延志、王華玲、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